AI继续颠覆幅广告行列不是双手而已 近日可口可乐追星广告又上了Stable Diffusion 这只一响天开的创意广告名为杰作 表现了在一座虚构的美术馆中 正上演如博物馆惊魂夜般的剧情 馆藏艺术品们正在商议如何为疲倦的学生送上灵感之水 冰凉庆爽的可口可乐 所以就呈现了一番名画苏醒传递可口可乐的场面 首先出场的是出自名师之首安迪沃霍尔的可口可乐 他被画里拿出来 然后被抛向了痛纳的名画海上灾难 被船上的人一把接着 接下来可乐又传递给了爱德华猛客的表情包名画 呐喊 随着某个画中人 又去了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 接着被大厅里罗马人的雕塑建筑 后又被丢进了胡适会大画家的古楼和西洋山古楼 最终被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弄到了 还在寻找灵感的艺术生身边 助他灵感大爆发 最后还奉上了少女Wink 大家觉得这部短片怎么样呢